今天下午由139名江苏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 从南京路口机场出发奔赴武汉 并于下午2点多到达 这是继1月25号开赴武汉的江苏首批医疗支援之后 江苏卫生系统第二次派出的援助队伍 我现在是在南京路口国际机场 那么在我身后我们看到的是 来自江苏、苏州、常州、淮安、扬州 四个地市的医务工作者 作为江苏省第二批赴武汉援助医疗队 在这里即将出发 本次医疗队的队员主要来自重症医学科 呼吸科、感染科等科室 此外还另外配备了两名防疫消杀人员 我们根据武汉的实际情况 在出发之前把医护医疗园分成了六个小组 其中五个普通救治组 还有一个重症救治组 普通救治组要有感染科和呼吸科的 这样一个医务人员固承 这有多少人 这里面75个人 因为现在它这个预行的发展的话 相对来说中症的 就占到整个病例里面的一部分 大绝大部分应该还是亲症为主 据了解 江苏第二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到达后 将对口负责武汉江夏区 除了个人用品外 每名医护人员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防护用品 满足自身使用的同时 也尽量减少湖北当地医疗物资紧张的压力 作为一个医务人员 我觉得轮到谁身上都是责无庞贷的 而且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就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努力 早日把这个病毒给抗过去 我们感染管理处的主要的任务 就是防止院内的感染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这次武汉的疫情 其实重灾区还是在医院里面 是人群密集的地方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去了以后 能够帮助当地的医院 能够做好感控工作 切断疫情传播的途径 1月27号晚上8点半 由河北9家三级医院 15名护士组成的第二批医疗队 连夜乘坐火车奔赴武汉 这15名护士来自河北省的9家医院 是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安排部署 以及武汉当地疫情发展实际情况抽调的 医疗队已于1月28号凌晨到达武汉 参与医疗救治工作 此前1月26号 河北省原厄抗疫医疗队 第一批150名队员 已抵达武汉开展工作